第487集 林兄 只是两枚化神丹而已 根本算不上什么人情 你要心中过意不去 这样 算我借你的 这一战之后 你若能战到最后 定然收获不小 你还我四十万元灵石即可 杨云说的洒脱 林明也只能收起心中的异样 选择收下化神丹 这东西他确实需要 这次杜命运对他来说 同样是一大挑战 一旦失败 就等于宣判了死刑 所以哪怕两枚化神丹 只是能提高很少的一些把握 林明也很乐意奢欠 四十万元灵石买下他们 只是他眼中的杨云 愈发神秘了 在杨云之后 更多的年轻俊杰到来 包括七星神国李一峰 好热闹啊 这趟真是来对了 被关了这么久的禁闭 可憋死我了 能参加这样的万古盛世 李一峰搓着手兴奋得不得了 他之前因为外出历练 其中这种种花田酒地惹是生非 让那位未婚妻给告了一桩 果然不出意外 再次被关禁闭了 这回好不容易借着观摩学习的借口跑出来 那当然开心了 这个林蓝剑 不知道何妨谁胜啊 哎呀比我还狂啊 李一峰大言不惭的说道 浑然不顾他依然是玄丹后期顶峰修为 只能勉强一战比较次的命运强者而已 人家是天命榜高手 当然比你狂了 他身边那小丫鬟毫不留情的打击 虽然心中维护李一峰 但他也知道天命榜高手跟普通命运强者的差距有多大 这俩人都没意识到林蓝剑就是林明 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被关禁闭 消息闭塞 听到这等矿谷绝今的神奇战斗爆发后 就迫不及待的前来观看 完全不了解林蓝剑的详细情况 比如他所修的功法呀 所用的武器呀等等 否则发现跟林明一样 就会产生联想了 抱歉 现在林蓝剑大人已经开始闭关冲击命运 不见任何人 在神奇一族长老公前 两个守卫冷冰冰的对李一峰和小丫头说道 李一峰这个人喜欢结交天下豪杰 自然不会错过林蓝剑 只可惜晚了一步了 啊 已经开始闭关了 李一峰眼睛一亮 如此的话大概经过两三天的能量积累 林蓝剑就要引爆体内能量正式冲击命运了 那将是一大盛事啊 士白打开神器一族的大门 任凭天下豪杰进入观摩这场大战 为的就是让他们做个见证 免得修罗神国输了战斗狗急跳墙 可现在各方豪杰是越积越多 其中不乏各大宗门民宿和各大神国的年轻俊杰 这些都是风华绝代的人物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林明冲击命运可未必有好处 因为舞者度命运 本来就极为艰险 需要把精神力调整到最佳状态 而如果外界干扰太多 却可能造成压力 这些天士白已经隐隐感到 林明破命运并不如他原本想象的那么容易 否则他又怎么会接受杨云的两枚化神丹 并且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来修养灵魂伤势 调整状态啊 无论如何 这三天的时间一切就要见分晓了 视白看了看天色 转身走向林明的闭关之地 这是神器一族最好的闭关地 建在一座防御坚固的密塔中 密塔正位于中间世界的灵脉中心点 天地元气无比丰富 除此之外 闭关地周围有重重阵法守护 这阵法大有来历啊 是十万年前神器一族仙祖遗留下来的 名为锁天大阵 一旦发动 有神鬼莫测的功能 如果有爵士强者主持 可困神封仙 现在虽然威力不负往前 不过在神器一族几个神海强者的主持下 也可以防住六七个神海强者的联手攻击 人心难防 势白发动锁天大阵 就是为了确保林明度命运 万无一失 只可惜 布置这等阵法需要特定的阵旗 而这种阵旗的制作方法早已经失传了 整个神器一族也只有四面阵旗而已 否则 若能将锁天大阵布置到整个中间世界 那么即便跟修罗神国开战 势白都丝毫不惧 组长 守卫见到势白立刻行礼 势白静止步入闭关之地 在这里的地面上 闻刻了大量的阵文 这些阵文都是增幅天地元气 提高度命运成功概率的秘法 林明坐在阵文中央 两个老者一左一右为林明护法 两个人都身负支援领域 一个人可以增幅肉体力量 一个人可以增幅灵魂和意志力量 他们两个人是由誓白精挑细选出来 为林明度命运时保驾护航的 在林明周围放了数千块的元灵石 除此之外 还有大大小小一共五个玉盒 其中杨云送来的两枚化神丹赫然变在其中 林明正在积蓄最后的力量 誓白组长 林明感受到誓白的到来 欲起身行礼 哎 不用起来了 誓白看到林明脸上的凝重之色 又肯定了几分自己的猜测 林明度命运恐怕真的不容易 他没有去问林明冲击命运 为什么这么难 只是做了一个不用紧张的手势 继而从须弥戒中取出一个古朴木盒 推开之后拿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石 只有半个小手指顶大小 可是却绽放着炫目的光滑 他一出现仿佛天地间的法则都变了 极品元灵石 林明瞳孔一缩 他也只能模糊的确认 元灵石只有普通上等和极品三个等级 上等元灵石已经非常稀少了 一枚上等元灵石等于三百枚普通元灵石 而极品元灵石就更少了 它是元灵石矿麦之源 基本绝迹了 一整座元灵石矿麦能开采出一块就算不错了 是神海大能都会为之眼红而大打出手的东西 对舞者突破境界有极大的帮助 士白道 嗯 是 可是 只是很小的一块 相当于普通极品元灵石六分之一的重量 士白组长 这 哎 林小兄弟 不要有压力 我感觉你的气息不太稳定啊 这可不像你啊 士白拍了拍林明的肩膀 临近突破 林明说没压力 那绝对是骗人的 邪神右牙中存储的雷霆之力 可是九十里雷域中的赤金雷光啊 帝号的遗物放在九十里雷域 数万年都没人发现 并不是那些神海大能找不到 而是他们没办法探测九十里雷域区 由此可见赤金色雷光的强大 这种雷光聚集多了 完全可以击杀神海大能啊 林明在体内引爆这种能量 来脱胎换骨重铸灵去 这危险性可想而知 而且他的情况连神域都未曾有过 根本就没有前人的路可以仿照 神域的法体双修武者 都是靠足量的灵药来度命运 毕竟他们不像林明这样能够完全掌控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如此情况下林明怎能不正宗啊 这个送给你 确保万无一失 誓白说着把木盒递到林明手中 林明双手托着木盒 看向其中的极品圆灵石 他的表面布满了神秘的花纹 看起来竟是有几分远古皇城中混沌石刻的神韵 虽然远不如混沌石刻精妙 可以极大的彰显出这一块极品圆灵石的不凡了 六分之一的极品圆灵石就有这等功效 无怪他能引起神海大能的抢夺呀 林明还没开口 誓白就打断道 不要推辞了 你送来的浩白之剑 远不止这一块石头的价值 而且我帮你也有私心了 你现在的身份炙手可热 一旦过了这一关 逼破神海 到时候 你怕是很快成为天下第一人了 我的寿命注定不会很长 而你也许能活到上万年 只希望你日后 能照顾一下我神器一族 誓白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却并无羞涩之意 他对神器一族的血脉诅 一直能坦然面对 神器一族以外的武者 一到晚年就拼命寻找各种续命的灵药 不惜支付重重高昂的代价 而神器一族的武者呢 完全没这必要 他们活到自然受命终结的族人 极少极少 林明感慨于神器一族背负的不公命运 他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 将来自己有了实力之后 一定要真正的进入万古魔坑和奇迹之海 不是千里禁区 不是八千里黑色沼泽 而是真正的万古魔坑和奇迹之海内部 去探索一下这天眼大陆和圣魔大陆的生命禁区中 到底有什么秘密 沉睡的神女跳动十万年不息的大地之心 几乎神兽存在的千里巨兽 这些都让林明想要去探索 如果可能他也会尝试的解开神器一族的血脉诅咒 谢谢 林明只说了两个字 毅然接过了这块只有半截小手指顶大小的极品原灵石 人情欠了 还可以还 如果命没了 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这种时候 没必要矫情 林明深吸了一口气 把面前的五个玉盒中的四个一一打开 分别是两枚化神丹 十几枚炼化自八千里黑色沼泽的圣经 以及林明从万古魔坑千里禁区中获得的天阶魔神之骨 这些再加上邪神右牙中的赤金色雷光 这就是他冲击命运的全部资本 看着林明面前几样天才地宝 势白猛然一争啊 这些东西 他深深看了林明一眼 原本以为杨云给林明的两枚化神丹已经足够珍贵了 可现在来看 林明拿出的这些东西的价值 样样都在化神丹之上 尤其是那一颗鸽子弹大小的绿色琉璃珠 其中蕴含的能量 竟然比自己给出的极品原灵石更胜数倍 基本相当于一颗完整的极品原灵石 甚至游游过之 天哪 这什么东西啊 都是 势白搜遍自己的记忆 完全想不起来有这堂宝物 作为天眼大陆的武者 势白只知道木陵玉 从没见过魔神之骨 势白看了一眼林明 又看了看他面前的东西 这只是四个玉盒 还有最后一个玉盒没打开 很可能这个玉盒中的东西才是所有物品中价值最高的 我的天哪 他 他真是在冲击命远 不是在冲击神海 不对不对 哪怕冲击神海都不用这么大阵势吧 势白看向林明的目光充满了震惊 就觉得这个青年身上秘密众多 细想起来 他玄丹后期顶峰就能位列天命榜280名之前 在天眼大陆 旷古绝金 如果没有不凡之处 他又怎么可能取得这种成就 想到这儿 再看林明身前的散发着恐怖能量的天才地宝 势白倒觉得释然了 他盘膝坐下 正在林明对面开口道 林小兄弟 我亲自为你护发 能量运转 势白开启了支援领域 这是神器族的血脉之印 是专属技能 以势白的修为用出来 当然比周围那两个老者强得多 被势白的能量加持后 林明就感觉全身上下充斥着暖洋洋的力量 肉体每一个细小单元都活了过来 开始自主的吐纳天地元气 林明伸手一拍 整个密室中所有普通元灵石 齐齐悬浮起来 开始疯狂的一散能量 很快数千枚普通元灵石化为飞灰 大量的天地元气充斥在闭关之地 这里完全成了能量的海洋 不过对这些能量 林明半口都不会吸 它们纯度低 就算吸了 也不能为林明早已经过分饱和的丹田 增加任何能量 把它们散发出来 只是为了给林明提供如同营养液一般的保护而已 林明默默拿起杨云送的两枚化身丹 空灵武艺运转 进入了无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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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高度戒备 时刻预防一切可能的不测 尤其是林明身边的两大长老 和组长士白 更是全神贯注 他们此时的精神状态 一点也不比林明轻松 这三道支援领域 已经持续了一天半了 饶式三人修为深厚 也需要偶尔停下来补充能量 碰碰 林明两手手心中的两枚化身丹 失去了光泽 碎成了药粉 林明并没有直接吞服化身丹 而是用双手的翘穴直接吸收 这样做虽然会大大浪费化身丹的要力 但是好处是不会摄入单独 现在林明处于破命运的关键时期 任何一点不精纯的能量 都会带来未知的因素 林明自然不会贪婪那么一点要力 就做出冒险的举动 经过二十个时辰的调整 两枚化身丹所有能量 都被林明压缩在丹田中 现在林明丹田已经保障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连第二悬丹都凝食到足有核桃大小 如此致密的能量会带来强大的压力 一般的玄丹武者如果容纳了这样多的真元 丹田早就撑碎了 可林明开启三门八门盾甲 肉体的坚韧程度已经直追天阶下品宝器 这样的能量程度不够 意念一动那一小块极品圆灵石飞了起来 贴在林明的眉心 精纯博大的天地元气源源不断向林明提表勇气 极品圆灵石表面种种骤印不断流转 看起来仿佛活了一般 这是蕴含了一丝天地法则之力的能量本源 元灵石矿脉精华中的精华 代表了天眼大陆大地自然孕育出的最强能量 士白和两大长老守在一旁 看到这一幕无不心惊肉跳 这个年轻人简直就是个怪物 他体内丹田深入大海 仿佛永无止境的吸收能量 士白看了一眼林明面前的两个玉盒 一个敞开的玉盒 里面是鸽子弹大小的绿色琉璃珠 其中蕴含的能量还在极品圆灵石之上 而最后一个玉盒因为是封着的 里面究竟有什么 士白也无法知晓 但他预感到那绝对比绿色琉璃珠更加珍贵 士白倒吸一口冷气呀 这小子真的是人吗 这破命运这比我破深海架势都大 士白无法想象 在林明如此暴涨的丹田中再塞进去两样东西 这会是什么结果呀 一整夜平安度过 到黎明前夕随着咔一声轻响 黎明额头的极品圆灵石裂开了 日出东方 隐隐有紫色霞光在山体上方凝聚 阳光透过中千世界的薄薄迷雾普照下来 中千世界与大千世界法则相近 无论星光啊日光啊都不缺少 杨云看着东方紫日喃喃自语道 紫气东来天降祥瑞 林兰剑已经在进行最后的冲刺了吧 也许今晚他就要裂解肉体 正式冲击命运 凝聚灵区 结果如何 我真是期待呀 他微微伸手 两条蛟龙拉着一辆金色的碾车 如同流光一般飞来 杨云身体徐徐飘起 衣衫飘飘踏风而行 宛如仙君临世一般 无声无息落在神念之上 这等盛世不能错过呀 与此同时 在修罗神国悬空宝塔的最顶层 一身黑色长袍的修罗神皇 站在窗口 面对朝阳 静看神气一族长老公上的 萌萌紫气 在阳光中呈现出万千的景象 在他身边不远 站着一个紫衣的女子 这女子身段极为高挑 比高大的修罗神皇 也至矮了几分 尤其他那一双腿 笔直修长 几乎是身体的两倍长度 白皙的脚踝 裸露在紫色长裙的裙摆下 亮丽而充满力量的美感 修罗神皇 足足站了半个时辰 紫衣女子十分安静 她的皮肤如同珍珠凝脂 穷鼻挺巧 容貌完美 只是珠红上翘的嘴唇 却透露着一股要挟之意 让人难以接近 这时修罗神皇突然开口了 腰月 林兰剑今晚 开始凝住神区 他将会是你出事后第一站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站 现在出事也许早了一些 不过对你来说 也意味着一次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是 浩天陛下 进化 以论